天下第一美女收弟子 不看资质 不看年龄 不看修为 只有一点要求那就是需要够大 这让穿越而来的男人瞬间就脑补出了画面 男人叶峰是个拥有勤劳双手的少年 由于勤劳过度 当夜猝死来到这个世界 这是一个以武为尊的世界 无数人都想成为宗门弟子 只要能进入宗门 便可以高人一等 摆脱贫苦生活 叶峰想着这新魂宗首次招收弟子 而且宗主实力也未知 还是先苟着种田 等自己的金手指道来再说 就在这时人群开始躁动 一道黑色倩影缓缓出现 此人正是新魂宗宗主 骆千雪 他说此次收徒 不看资质 不看年龄 不看修为 一群人瞬间觉得自己又行了 叶峰仔细打量着对方的身材 这妹子比电视里的明星棒多了 骆千雪继续开口道 入宗门只有一个要求 那就是要够大 一万枚低品零食即可 一群人傻了呀 这虎狼之词震惊了他们一整年 一枚零食都够他们好吃好喝一个月 一万枚谁还来入宗门啊 也以为宗主长得漂亮就可以来骗人 叶峰也是一脸无语 这一世界也有黑心伤 突然系统爸爸来了 宿主无敌败家系统已激活 不过这败家系统是什么玩意 系统请开始你的表演 宿主 无敌败家系统顾名思义 只要您不断挥霍就可以不断变强 您只管败家 剩下的我来为您解决 系统将无限提供各等级零食 请宿主掌控好败家的含义 挥霍少了不属于败家 挥霍多了属于脑残 只有恰到好处的败家灵食 灵精等等 才会得到败家点 否则将会扣除一定败家点 提示 败光每日的败家产物 也会得到败家点 如果没有败光 将会扣除相应败家点 败家点可用于提升宿主竞技 武技术练度 抽取神通 特殊物品等等 叶峰思索着看来也不是可以随便化的 这是系统声再度响起 发布任务 加入新魂宗 任务成功 奖励一百败家点 任务失败 扣除一百败家点 可拒绝 小姐 他们都是贫苦人家的海 你这样故意刁难人 是不可能招收到弟子呢 洛千雪开口道 父亲没事非得让我开设什么宗门 说什么以此来磨练心境 这分明是耽误我修炼 但父亲并不知我原是无极圣地圣女 遭人暗算转世重生 飞生仪式对我来说至关重要 所以我必须一刻不停地修炼 待我渡劫中反上进 定要将你们围杀我的事情告知师尊 无灭你们 我洛千雪是不为人 走吧老白 不可能有人拿得出一万零食来的 但下一刻一道声音响起 弟子愿意交十万低品零食 这让洛千雪也是一惊 怎么可能 你刚刚说你愿意上交十万零食 没错 虽然他有赌的成分 不过没关系 这个傻子就由他来当吧 框鼓第一角色美女宗主收弟 男人当场课金拜师 只因美女宗主比拍电影的老师还好看 所以男人直接课金十万零食当冤主 什么接盘侠对他来说无所谓 绝美宗主洛千雪 看到对方真拿出十万低品零食人裂坛 这天底下还真的有人傻钱多的白给大冤主 随即问道 你可要想好啊 我们宗门连茅房都没有更别说是住宠 叶峰让宗主莫慌 有了他就什么都可以有了 他可以立马让人打造宗门 洛千雪一口老血从天灵盖直接飙升而出 再次说道 宗门一穷二百 修炼上绝对不可能有资源给你 所以近来只会耽误你的天资 叶峰还是那句话 宗主莫慌 宗门缺什么修炼资源告诉我 能够买的全包弟子身上 洛千雪雪压在也压制不住了 叶峰一脸疑惑他有种感觉 这个美女宗主好像不是很想他加入宗门 洛千雪被气得不轻 浑身颤抖不止 这是哪里来的风批少年 我是缺修炼资源吗 我是怕你加入宗门啊 此刻洛千雪恨不得给对方两巴掌 你难道就听不出我就是不想你加入宗门 他试图再次婉拒对方 先说好入宗门后 修行是没人管的 所以可能什么都学不到 这话让叶峰震惊到了 收图还可以这样子 叶峰陷入了短暂的沉默 洛千雪一脸笑意 犹豫了 这就对了 赶紧拒绝吧 没有一个正常人可以接受这等无理的要求 下一刻叶峰却同意了 他说自己什么都不需要 能完成任务 还没有约束的宗门这感情好了 洛千雪无力倒地 这个男人不按套路出牌 叶峰让他莫慌 有什么要求还可以继续提 洛千雪此刻杀人的心都有了 第一次见拜师让宗主提要求 这该死的男人难道是上天对他的惩罚 下一刻拎着了大宝剑就想给这混蛋了 老白赶紧抱住大肚 宗主咱够了 别再刁难人家了 收益都符合要求的弟子不容易了 叶峰看着一头雾水 洛千雪气愤说道 你以后就是新魂宗的普通弟子了 恭喜宿主完成任务 奖励一百败家点 恭喜宿主败家十万枚低品零食 在此事件中败家数量合理 奖励一百败家点 叶峰看着奖励还不错 连忙问系统还有没有败家任务 败家行为请诉主自行探索 提醒 消耗多少资源跟败家点不挂钩 只要是败家行为 就可以获得一定点数 这样的话 那就只能主动出发了 叶峰问到宗主 咱宗门清传弟子是什么价格 洛千雪看着这白给的弟子就来起 说宗门不收清传弟子 宗主 你说个数 弟子有钱 绝不还价 老白和洛千雪人傻了 第一次听到清传弟子竟然有人想发钱买 这就很有意思 不给你臭小子一点苦头 还真以为自己是土侯啊 只要你拿出十万上品零食 宗门可以为你魄力 收你为清传弟子 此话一出让叶峰一脸吃惊 什么 才十万上品零食而已 这多少有点看不起人了 光谷第一角色 美女宗主收弟子 男人当场课金拜师 只因美女宗主 比拍电影的老师还好看 又是什么事情 能让绝美宗主浑身颤抖 虚软不利 就在刚刚落千雪魄力 让叶峰交十万上品零食 就可以身为真传弟子 此话一出让叶峰一脸吃惊 他询问宗主洛千雪 说出这话是认真的吗 洛千雪笑了冷哼一声 臭小子刚刚那股牛逼近了 你不是很好吗 十万上品零食 就算是一个三流宗门 都不一定拿得出来 但下一刻叶峰却开口了 真的只需要这么少吗 这让洛千雪整个人都不好 叶峰立马从怀里一顿乱掏 拿出一枚储物戒指的 宗主这里面是五十万上品零食 十万买个真传 剩下四十万是我的败势力 叶峰笑了败家咱是专业的 客金当然到哪里都好使 洛千雪被这货装到了 吓到一时间不知道说什么好 恭喜宿主败家成功 败家数量合理 奖励两百败家点 此刻洛千雪浑身颤抖不止 整个人都有些无力 这可是五十万零食啊 去随便个三流宗门 人家都得喊你一声颠 叶峰一脸疑惑难道是 败势力给少了 宗主在生气 洛千雪此刻真的明白了 世界上真的有人傻钱多的疯子 他对着叶峰道 本座说话算话 从现在开始你便是清传弟子 拿着这玄清剑给你 这是本座给你的剑面里 洛千雪想的这件事情 一定不能泄露出去 不然太过丢人了 堂堂无极圣地的圣女 败事竟然还需要弟子送你 叶峰当想接下礼物 系统便提醒 宿主乃无敌败家神好 岂能拿他人之物 扣除二十点败家点 一小时内退还 可恢复扣除败家点 叶峰都想把这股系统撕碎 人家是遵送徒弟礼物 这不是很正常吧 没必要如此计较吧 系统 下一刻叶峰丹西跪地 将玄清剑地给了洛千雪 洛千雪此刻满脸写着不爽 问他这是何意 为何突然跪地 叶峰开口到自己无功不受禄 这件弟子不能白要 除非是尊你开个架 洛千雪见到叶峰拒绝 连忙拿了回去 这宝贝可是他的心头 随即怒斥到你真当有钱 就能买下一切 为师的心意刚刚已经送达了 竟然不领情 那不要也罢 此刻内心高兴地起飞 表面却一脸生气 这徒弟眼力真差 玄清剑可是七品七皆灵气 能当宗门的镇宗之宝 然后头也不回立马溜走 叶峰一脸错愕问道 白老师尊是不是对金钱过敏了 有钱挣他都不要 白老让他别乱说 宗主很记仇的 说不定此刻还在偷听着 不过话说回来 这小子一介凡人 为何有如此财力 也罢 小姐心境本来如一潭死水 没有波澜 让他修仙很容易卡在瓶颈 现在此子来得正好 当颗石子来破此局 随即到叶峰走吧 现在回宗门了 很快两人便飞行在高空之中 叶峰无聊只能在天上数捆 白老不经意回头 差点被吓掉 这小子不知道什么时候 竟然在养鸟啊 叶峰询问系统 这世界也讲究灵根 天赋 神体那些吗 他的败加点要怎么用 系统瞬间谈出了属性面板 性灵 叶峰 境界 凡人 败加点 四百点 今日败加产物 地平九阶天雷浮 浮路一万丈 男人指引爱坤 在空中掏出来六坤 结果立马破镜 打破十万年来年轻一代天交记录 此刻叶峰看着系统 林海静每提升一个小境界 都要消耗十点败加点 而到了气动近是一百 容灵静则需要一千 这系统够黑 随即打开了败加商场页面 林草罐子 售价一百败加点 百分之九十几率指定开出一品林草 百分之八十率指定开出二品林草 几率不会随实力提升而改变 虽然有点小贵 不过抽中好东西的话也算值 但是叶峰想了一下 他要这些顶级的林草 林矿有啥用 系统提醒 宿主败加各类罐子开出的特殊物品 属于败加行为 级别越高 获得的败加点越多 此等败加行为需特殊环境 比如败加一枚九品几品单药 可以在一名九品炼丹师面前采成一巴丹 这种行为视为败加成功 系统这也太狗了嘛 在修仙世界这样很容易就被人送去西北 分分钟被交做人 采成马赛克 不过该用的败加点还是需要消费一波 系统 消耗九十败加点 将我的实力提升到灵海进九重 身后的灵气波动让百老有所感应 下一刻回头把他吓了一条 这小子竟然在开辟灵海了 他只能暂时停下飞行 将周围灵气汇聚过来 但很快他就发现问题大 实乎不可能 不过是开辟灵海 哪里会需要如此庞大的灵气 这都够开辟数个灵海了呀 他娘的这小子一人顶老子二十年 这等万年一遇的奇才 还是第一次见到 此刻叶峰的十海世界中 他正坐在沙滩前 怎么回事 开辟灵海需要这么久吗 而外界的灵力更加狂暴 百老一脸惊恐 该不会是想直接破灵海二重吗 此子当真要逆天了 开辟灵海 无异于是打造自身根基 这对于任何修饰而言都极其的重要 这不仅需要一个安静的环境 更是需要一些辅助丹药 竭尽全力地将灵海开辟到最大程度 而开辟灵海成功 又需要花费一段时间进行稳步 可他刚刚并没有看到这小子使用任何弹药 下一刻轰隆一声周围灵气炸开 百老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 叶峰还是一动不动 当看向叶峰时他人麻了 灵海进三重 一瞬间再度突破两重 来到了灵海进五重 这还没完叶峰的境界还在一直暴涨 这让百老人当场裂开了呀 这是什么畜生啊 霍静如此变态 竟然来到了灵海进九重巅峰 过境界竟然足足花了十分钟 若是被他师尊知道 一定会骂他是个废物吧 百老一脸冷汗 你这要是废物 那我该用什么词来形容 当年他努力了八个月才到灵海进巅峰 而且还有强大的修炼资源支撑他 你小子 怪不得你不需要宗门功法 原来你自己本着有强大的修炼功法 叶峰一脸错愕 什么功法 他没有功法呀 甚至没有灵根 蓝人课金拜师 只因角色宗主长得像小岛伯一位女老师 就连跟别人单挑也是课金开路 科学修仙法力无边 一出手就是一张扶植想让对手直接进去 就在刚刚男人连破九镜 却告诉别人自己只是一个连条狗都打不过的无灵根废材 百老当场就坐不住了 一只大手直接探出 感应着对方的灵根波动 测试结果让他被吓得连连后退 竟然是真的没有灵根 叶峰说自己并没有开玩笑 这他娘的 一个正常人没有灵根 直接破灵海进九重这河里吗 算了反正又不是我弟子 这种诡异的事就让他师尊自己头疼去 下一刻两人来到宗门大便 一进来百老就开口道 小姐有喜啊 洛千雪让他好好说话 百老继续道 这小子刚刚突破开辟了灵海 一连破九镜修为达到九重巅峰 而且他还是一个没有灵根之人 这话让洛千雪瞬间来了兴趣 冲下来就要查探一番 他也是第一次见到没有灵根之人 可以开辟灵海突破 而就在这时一道结结结的笑声响起 袁月宗来访 请星魂宗宗主出来一见 袁月宗宗主笑道 没人吗 你们星魂宗总不能一个弟子都没有吧 洛千雪那叫一个气啊 之前确实没有 但今天刚刚有了 洛千雪开口道我就是宗主 你们所为何事 听说加入星魂宗需要一万灵石 老夫带弟子前来开开眼界 看是什么样的人才入得了贵宗的法眼 洛千雪看了一眼叶峰 都怪这混蛋 不然直接拒绝多好 下一刻他灵机一动 想让叶峰知难而退 说对方三个灵海进九重 你有信心吧 叶峰说师尊放心问题不大 竟然如此那失地可就要小心了 拳脚无眼 叶峰让三人一起上马 他出手对方不会有任何机会 下一刻一叠一叠金色的东西 被他拿了出来 居然是堆积成山的天雷服 这让三人被吓得目瞪狗呆 而且每一张都散发着一瓶酒精的气息 这代表着每一张都能释放出 林海进九重全力一击 叶峰人狠话不多 干假他是认真的 天雷服路不要钱的疯狂丢 三人大喊着这还打个鸡毛啊 你这和作弊有区别吗 叶峰此刻已经玩嗨了 四个三炸弹 四个勾炸弹 王炸 就连一旁的白老和落千雪 都有点过一分去了 人家只是来单挑的 你将他们炸到底裤都没有了 这样一张天雷服 起码价值一千低品零食 红镜修士能有一张当底牌 就已经很不错了 但这小子竟然堆积成山 这个戏狗只因角色宗主 长得像小党伯的往事 开始不要命的克金修先表现自己 就在刚刚三名挑战者 被他用天雷服 足足轰炸了三天三夜 此刻彻底扛不住了 让世尊带他们走 这小子才大气粗 俘虏跟不要钱一样丢不完的 落千雪看着被虐成渣渣的三人 简直太没用了 这臭小子只是一个 梅林根的废材而已 突然叶峰便看向了世尊 露出了一个智慧的笑容 落千雪也是一愣 这傻小子什么意思 这小子刚刚是在向我邀功吗 又过了鸡飞蛋打的几小时 三名元月宗的弟子 都被轰出了心理疾病 纷纷开始唱着孤勇者 而始作俑者却还没过瘾 像是打了鸡血一般 不知道什么是疲惫 今天可是他修仙的第一战 绝对要打出完美的战绩 元月宗三的老弟 看准时机突出重围 抱住世尊大腿 请求带他们赶紧离开 这个男人太吓人 这星魂宗他们再也不来打假了 太你马吓人了 元月宗宗主人麻了 这星魂宗底蕴深不可测 怪不得收弟子的门槛如此高 今日算是踢到铁板了 落宗主多有打扰 改日在背后里登门谢罪 在下告辞 说罢直接弹射起 流之大吉 但下一刻落千雪却动了 被打完就想跑 真当他星魂宗是风月场所 想来就来想走就走 元月宗宗主被震惊到 对方竟然是元神净强者 今天绝对没有好果子吃了 弟子更是被吓尿了 他们宗主也就神藏进巅峰 感情这星魂宗主一人 就可以灭掉他们整个宗门 落千雪开口倒想离开很简单 一人留下一臂 元月宗四人被吓得瑟瑟发抖 落千雪就帮他们处理掉 元月宗宗主一脸很利地看着他 落千雪让他们可以滚了 难道还想留下来吃晚饭了 叶峰这才发现 师尊还是个狠人啊 落千雪让叶峰可以将符纸收起来 这次竟然又被这臭小子装到 叶峰让师尊帮他一个小忙 落千雪询问所为何事 事情很简单 那就是他还剩下九千多张天雷符 自己一个人扔不完 所以拜托师尊帮帮忙 这师尊应该不能拒绝吧 落千雪让自己冷静注意自己胜利的形象 对方只是一个克金的渣男而已 弟子都市金钱如粪土 当师尊的更不能骂他 下一刻落千雪让他把符纸拿出来 结果两人从白天丢到了黑夜 又足足丢了三天三夜 这样奢侈的用法 让身为圣女的落千雪快乐了一把 一日一人进来道 师姐别修炼了去放烟花吧 落千雪一口拒绝 修炼才是大事 师妹让他劳意结合 偶尔放松一下 不然到死了也没能享乐多可惜 这话瞬间点醒了落千雪 是啊 重活仪式何必那么累呢 宗门内一老头正在呼呼大睡 却被突然的爆炸声下血 他猛的起身以为有人来当老六 趁他睡觉的时候偷袭宗门 别人穿越修仙不是炮圣女 就是成炉顶 男人不一样不当舔狗当戏狗 他克金修仙法力无边 此刻白老直接被爆炸惊喜 这不对劲啊 谁家的天雷福路跟不要钱一样 下一刻立马冲出去想一探究竟 结果刚出房间人就傻了 这什么情况 这一幕足足震撼了他一整 叶峰和洛千雪两人竟然在肆意挥洒着天雷福 洛千雪说到白老原来你住在隔壁啊 随即淡淡说到我们正在销毁这些天雷福 今天的工作量有点超饿了 洛千雪手中依旧不断优雅地挥洒着天雷福 叶峰一看白老也来了 宗门内的人算是全来起了 开口问到白老想不想一起感受一下 是金钱如粪土的克金生物 下一秒叶峰天灵盖就挨了一顿猛烈的毒打 你看娘的 知道一阶酒品的天雷福一张市场价一千低品银食吗 太败家了简直就是胡闹 就算新魂宗实力雄厚 也不能如此挥霍呀 还有大小姐这臭小子不懂事 你怎么还能跟着他胡闹 这些可都是宗门底蕴啊 您身为一宗之主 应该以身作则树立榜样 下一刻叶峰就递给白老一枚储物戒子 白老问他几个意思 现在连长老也打算贿赂了吗 叶峰笑到白老误会 这是小礼物是作为炒到您老睡觉的陪影 里面的意思不多 也就十万上品临时给您买下营养品 听到叶峰让他补身体白老的脸色更难看 你这是在质疑老夫猛如虎的能力 无虽年迈 见识游风 不动则已 一旦出击没三小时不会结束战斗攻击 你就说猛还是不猛吧 老子不展露一点实力还真被你当成戏狗 丢福禄这种体力活你们这些小年轻哪里做的 还有多少要扔的 今天这场子老夫我包远了 剩下的全部交给我 随即猛的一抓一大把 疯狂的对着天空挥洒 这操作别说在修仙界 就是放在九幽地府也是相当炸烈 看着疯狂欧拉欧拉 两手都挥成螺旋桨的白老 叶峰人傻了呀 这就是大宗门长老的底蕴吗 实力果然可怕 尽恐不如斯 突然系统声响起 恭喜宿主败家成功 奖励一百败家点 叶峰现在看白老两眼发光 这不妥妥的工具人 以后每天的福禄就由白老负责肆意挥洒 一日攻击提名太阳升起 星魂宗出现了一个巨大的深坑 这是白老努力了一天一夜的结果 他是万万没想到 居然有一天会因为丢福禄搞得自己渗透着 果然妖子还是老了 看到叶峰到来 直接嗅起了古兽如柴的二头鸡 说下次还有这种体力 我一定要找他 骆千雪看着宗门前景一脸担忧 他有种感觉 宗门现在就他们三人 但好像已经开始乱套了 然后说到白老 你可是星级宗的八大长老之一 难道区区十万零食就将你收买了 大小间你有所不知 这已经不是临时的问题 这关乎到男人的尊严 真男人从不会说自己不行 看着今天拜光全部产物 系统居然奖励了一千败家点 那他岂不是可以将修为提升到气动进酒头 突破酒从小境界后 叶峰兑换了五个罐子了 下一刻他意识到一个很严重的问题 那就是现在宗门只有他们三人 败家的工作只安排给白老 效率还是太慢了 若是宗门里有师弟师妹 那败家效率至少能提升好几倍 一想到着他立马帮宗门策划三年模拟五年考 未来五年的宗门花销他将全部承包 这样一来 修仙败家好像也并不难 航平修仙不再是梦 这时大门被人咚咚咚敲响 一名眉目清秀的男子推门问道 请问贵宗今年还在招收新弟子吗 修仙界三大炸裂存在 堪比小岛伯女老师的角色宗主 捕兽如柴的八千岁系统 还有看起来长得就很智慧的男子 就在刚刚星魂宗迎来了一位新人 男人看着眼前的一幕 这千疮百孔宗门 一个随时断气的戏狗 一个看起来菠萝石精重的美女 还有一个看上去就不是很聪明的男子 他心里想着现在跑应该还来得及 这宗门一看就不震惊 叶峰开始热情欢迎道来了朗帝 现在只要交一万枚低品名时 就可以成为宗门首座二弟子哦 若是财力豪横上交十万上品名时 可直接成为真传弟子哦 本座乃是新魂宗 第一位购买真赚的大弟子叶峰 叶峰看着男人 赶紧开口啊 一定是没钱是吧 那费用只能免为其难他来付 系统提示此行为不符合败家要求 请宿主给出合理解释 结果叶峰给出的理由是 他第一眼就认出了男人 是他一父一母的亲弟弟 帮老弟花点零食很合理吧 这让系统一阵无语 让他下次能不能找个像样的借口 也把系统当傻子 男子上山的时候就听说 这宗门首弟子不看原只看钱 果然真的可以用钱来入宗门 结果刚想溜走 一只手就把他按住 叶峰直接锁喉 让他再考虑考虑 别着急着走啊 什么事情可以说出来商量一下 这是一道传音响起 吴峰 你就先留在这宗门当一名弟子吧 爷爷处理完事情后 再去宗门找你 吴峰接到了传音只能留下 若无名地掌上明珠在此创立的宗门 老者没想到 白天红着老头也在这宗门 那他这孙子留在这就很安全 叶峰直接强人所难 说师尊弟子好想拥有一个师弟 吴峰内心一万个不情愿 这地方一看就很不靠谱 但为今之计也只能听爷爷的话 若千雪无语了 也只能给出一个条件 一小时内交一万零食便可成为弟子 叶峰一听这不成了 一万零食那都不是事 这个叶峰竟然还想带师收头 还好对方并没有看上宗门 下一刻吴峰直接递出了储物戒指 里面是一万零食还请宗主过目 卧曹 这老六不讲武德搞偷袭 又一个冤大头 这世界怎么了 难道是自己修炼太久 和外面世界脱节了吗 若千雪开口道 你可想好入宗后 什么修行资源都没有 简单来说就是靠自己 而且我也并不会知道你什么 现在你还确定要加入吗 吴峰说他修炼的单道 材料爷爷都替他准备好了 所以什么都不需要 这让洛千雪一口老血喷出 现在年轻人都喜欢玩这套吗 百老一脸高兴 恭喜大小姐宗门再收一人 洛千雪累了 让他们自己修炼吧 他只想一人静静 随即两次遭受打击的他 拖着上坟的心情离开了 叶峰人傻了 刚当师尊是被气糊涂了 竟然说明天要教他们修行了 不过这位师弟看起来也很好奇啊 还是隐形的富二代 但是真传弟子 现在还是只有自己一个 洛千雪看着臭味相投的两个 一个头两个大 幻觉这一定是幻觉 叶峰问到师弟叫什么名字 在下冷无风 原来是无风师弟啊 从现在开始师兄宣布 你就是宗门唯一的那门弟子 冷无风凭借着男人的第六感 看着了这宗门里里外外都很不靠谱 尤其是这个看起来很不聪明的大师兄 当一个舔狗不舔 来修仙世界课金败家有多可怕 一大早叶峰就来见花一万零食进内门的师弟 此刻的无风还不知道 这个男人是他噩梦的开始 叶峰近来就看到一个大丹炉 问到师弟不会还是一名炼丹师吧 无风说自己也就三体炼丹师 在这个世界炼丹师 炼器师 俘虏师 阵法师 都是吃香的职业 这种人无论走到哪里都非常受人待见 只要他们一出手 一张俘虏 一枚丹药 一把神兵 都可以改变一个人的修炼与生存 无风此刻已经开始幻想 师兄开始来跪舔的样子 只要是师兄多说几句好听的 帮他炼几颗丹药也不是不可以 而且如果让师兄知道 自己还是容灵进九重巅峰的实力 想必会把他吓傻吧 结果叶峰一听对方才三品炼丹师 呕了一声然后就没有了 无风握了个大槽 这他娘的怎么和想象的不一样啊 三品炼丹师在师兄眼里就这么不值钱吗 他不应该猛烈夸奖一番吗 现在这么冷淡的态度是咋回事 这时叶峰回头问道 师弟问你个事 三品炼丹草中哪一些最珍贵 无风开口道 论最珍贵的话 应该是竹妖草 白魂花 紫围果 幻灵芝 这几样就算是九品丹师见到 也要两眼放光 叶峰一边听着 一边在系统商城界面找起来 随即课经到 系统指定竹妖草 白魂花和紫围果 各开四个罐子 宿主消耗1200败加点 兑换了竹妖草两颗 白魂花一朵 紫围果三颗 无风开口道 师兄不是练丹师 说了你也不会懂 我不是嘲笑师兄 这些药草连我都只在 灵草秘点中见面 现实中极为罕见 这让叶峰一愣 立马开口道 师弟你应该渴了吧 师兄这就去帮你 泡杯养生茶 猛的一个弹射起步 百米三秒冲出了房门 无风对这个 有点大病的师兄 还是很认可 对待他人暖暖的很贴心 所以他决定以后 帮师兄练几枚丹药 下一刻一声我回来了 叶峰猛的再度出现 而且手里还端着一碗热乎的 无风看着那碗东西 当场一愣 叶峰却笑而不语 这他娘的是什么 老子眼睛花了吗 竹妖草 白魂花 紫雷果 无风立马都捞了出来 叶峰说师弟用来泡水 已经没有味道了 无风人裂开了呀 这东西竟然被拿去泡水喝 简直暴殖天污 丧心病狂啊 这辈子算是值了 竟然能见到这几株稀有灵草 他转过身当 想问师兄灵草从哪来 结果看见此刻手里 已经空空如影 叶峰拿回去的 师兄听说灵草泡水 虽然没有丹药好 但对修饰还是好处不少的 都怪师兄还以为 这是什么好东西 竟然师弟不喜欢 定然是这灵草太过垃圾 师兄现在就毁掉 无风一瞬间脸色大变 猛的一个恶狗哭屎 大喊道哑灭蝶 师兄啊 脚下留情啊 这就是我刚刚说的珍贵灵草啊 他此刻心惊胆战 想看看灵草还有没有救 当拿开颤抖着双手的那一刻 他人直接原地裂开了呀 这一幕足足震撼了他一整天 系统提示 恭喜宿主败家成功 奖励1500败家点 男人在修仙世界科金败家 让三品炼药师瞬间裂开 看着摧毁三猪灵草 奖励1500败家点 而刚刚兑换六猪 才花了1200败家点 这波血赚不亏啊 而且还顺带教育了一下师弟做人 无风看着被糟蹋掉的 三猪灵草痛心疾首 就连他太爷爷都不一定见到我 今日竟然出现了三猪 叶峰一脸愧疚到师弟实在不好意思 没想到我随便捡三猪草药会如此珍贵 都怪师兄见识断 不过反正都被师兄踩烂了 你还是将屋内打扫一下洗洗睡吧 师兄就不打扰了告辞 说吧 叶峰直接高兴了飞起 快速地小跑出去 五分钟后这个老六 再度用稀有灵草炮剪 这要是现在被师弟看到 他今天就算是死 也会杀了这个败家师兄 叶峰一边炮脚嘴里一边开口到舒服 当年八号技师手法贯穿天下 但和这灵草炮脚相比还是差灵性 此刻叶峰还不知道自己在做死中 两条腿已经变得黑不溜秋 吴峰对灵草还是耿耿于怀 来到了叶峰的房门口 虽然他不知道师兄用什么方法搞到这些灵草 但还是有必要来提醒一下 但有一点他要声明绝对不是眼馋那些灵草 这三种稀有灵草一起使用 基本都不会有问题 但偏偏紫妖草和紫围骨混合在一起 就会产生毒素 虽然不足以致命 但中毒者救治起来也会相当麻烦 下一刻门房间内就是一声卧槽响起 这怎么回事啊 老子的脚怎么比脸还黑啊 糟糕了腿没知觉了 吴峰被突然的大喊吓了一跳 随即便是明白了发生什么事情 按道糟糕 情况危机他猛的一脚将房门给踹飞 眼前的一幕让他震惊的目瞪狗呆 叶峰着急问道师弟啊 我现在是啥情况 还能不能抢救一下 我的腿是不是要废了呀 该不会需要从脖子以下开始截肢吧 吴峰却是脸黑如炭 他之前明明已经解释过了这灵草 可是十分珍贵 这货居然不是拿来泡水就是泡脚 突然系统声音响起 恭喜宿主败家成功 奖励1500败家点 发现宿主中毒 可消耗1000败家点立即清理双脚毒素 叶峰这次败家纯属偶然 他本意是想奢侈一把欣赏欣赏一下灵草的药效 没想到居然会弄到自己中毒 吴峰已经被气得快要控制不住自己了 他解释道师兄我来就是想告诉你 主要草和紫雷果一期使用会产生毒素 叶峰让他别担心自己服大命大 说不定等下就没事了 暗地里却偷偷消耗1000败家点 让系统帮他清除掉腿上的毒素 很快刚刚比脸还黑的两脚黑色毒素 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在消失 这让三品炼丹师的吴峰很不理解 这不科学啊 这种毒素应该很难处理掉财队 但他这个中二师兄居然说清除就清除 下一刻他人再次裂开了 我低娘啊 师兄你这是老兽星赤砒霜找死啊 叶峰告诉他问题不大 这稀有灵草泡脚就是舒服 不就是剧毒吗 只要是能用败家点解决的那都不是事 随即叶峰问到系统 这种毒素若是其他人也中招了 我能够使用败家点帮他们清除吗 系统告诉他可以 下一刻叶峰露出了一个智慧的笑容 开口问到师弟脚盆够大 要不要也过来体验一次 这种感觉绝对让你耍上天 而且你不需要害怕中毒 只要中了师兄立马帮你解决 这让师弟无风一脸抗拒 他又不是有什么大病 明知道这是剧毒之水 还过去泡个毛啊 随即脚底抹油溜之大吉 说自己还有事打扰 再回去路上想着这件事 需不需要告诉一下宗主 毕竟这些都是有价无事的灵草啊 不过思考了许久 打小报告不是证人君子所谓 这与他的形势风格不符 只能忍痛让这个有大病的师兄 去破获这些灵草 再度泡完脚的叶峰 让系统消耗一千败加点 清除毒素 然后大喊道 继续消耗九百败加点 帮我将实力提升到 气动镜九重巅峰 与此同时宗门大殿内 洛千雪那叫一个惆怅啊 他开口问道白老 你说那个叶峰到底是什么人 什么样的事情 能让玉南无数的角色 宗主出现慌张 原来是宗门有人一日就破九尽 就在刚刚叶峰 让系统提升修为 宗主洛千雪正与老白讨论着 这败加叶峰到底是什么人 为什么克金如此豪横 白老说时间久了 他的神秘面纱就会一点点揭开 不急于一时 最主要的一点他却没有说出来 那就是这小子能够 打乱大小姐的心境 洛千雪只要一想到 叶峰那副克金嘴脸就气得不行 这家伙简直就是上天派来惩罚自己的 本来一个就够烦了 现在还加了一个冷无风 而且两人还是同一个尿性 突然星魂踪天地灵气汇聚 灵气浓郁到飘入大殿之中 这让两人皆是一惊 从灵气飘散的方向看 应该是在内门弟子居住的地方 白老瞬间想到了什么 但小子刚刚突破到灵海九重巅峰 难道这是又准备突破了吗 一想到这里他整个人头皮发麻 从门收的到底是个什么东西 这浓郁到极致灵气 好像似曾相识 该不会又是一口气突破九镜吧 白老开口道 小姐咱们先等着 叶峰突破没那么快结束 此刻叶峰的房子外 天地灵气疯狂灌入而来 仅在一瞬间白老便感受到灵气波动 气动进一重了 现在是气动进二重了 而且气息还在疯狂上涨 卧槽三重四重六重了 就连一向淡定的落千雪 都有点坐不住 突然一道灵气贯穿天际 射穿云层 气动进九重巅峰 再进一步便是熔灵境了 老白已经麻痹了 这他娘的还是人不 一突破就是九镜 就连高傲的落千雪 也只能无力叹气 随着天地灵气消散突破也结束 老白激动地发出了鸡叫 五分钟才五分钟 一个没有灵根 没有传承的凡人 竟然足足破了一个大境界 这家伙的修炼速度比做火箭都要快啊 称得上玄天大陆修炼第一人 落千雪一脸黑线 怪不得这家伙入宗术 不需要他去指导修炼 此刻他已经想到不好的未来 问白老道 你说过几天 会不会直接就超越了我这个宗主 白老知道刚刚跨夜风太过了 随即开口小姐 乃是宗门修炼天赋最高者 当年从领海到气动也才用了半年 虽然说出来很尴尬 但确实想不出什么来了 不过小姐放心 修炼境界越往后 就会越难提升 这需要大机缘 修炼资源 单要辅助 特别是助击境界 要求会更多 所以夜风短时间内绝不可能追上来 嘴上虽然这样说 鬼知道那小子会不会突然几天后就助击了呢 另外一边刚走出夜风房子几步的冷无风 见证了这一切 这真的是那不靠谱的师兄吗 刚刚也太恐怖了吧 一口气直接破九镜 突破到气动镜九重巅峰 看来是自己自大了 认为现在的修为够强 不而沾沾自喜 这宗门有意思 难怪爷爷让他一定要留在这里修炼 一日夜风一大早就醒了 他昨晚可是做了一个很春的好梦 此刻还在回味中 随即看了看今天的败家产物 他发现自己剩下的败家点 只有三百多了 太浪费了 昨天竟然一时兴起 用药水泡脚消耗了两千败家点 这也太少了呀 还不够败家呀 下一刻他发现了有趣的东西 从系统面板里拿出了一枚丹药 这就是今天要败家的产物 三品清悬丹 而且还备注着九 这到底啥意思 难道是九闻龙使劲 不过竟然不明白 那就去找无风师弟问问 一想到师弟见他从裤裆里 大把大把 好处单样 那震撼又带着味道的场景 那叫一个爽 此刻高空中冷无风 一大早就疯狂打喷嚏 他感觉自己好像是有点感冒了 可能是天上风太大了 什么样的事情 能让玉南无数的角色 宗主出现慌张 原来是宗门有人一日就破酒劲 就在刚刚夜风让系统提升修为 宗主洛千雪正与老白讨论着 这败家叶峰到底是什么人 为什么客金如此豪横 白老说时间久了 他的神秘面纱就会一点点揭开 不急于一时 最主要的一点他却没有说出来 那就是这小子能够打乱大小姐的心境 洛千雪只要一想到叶峰那副客金 嘴脸就气得不行 这家伙简直就是上天派来惩罚自己的 本来一个就够烦了 现在还加了一个冷无风 而且两人还是同一个妙性 突然星魂踪天地灵气汇聚 灵气浓郁到飘入大殿之中 这让两人皆是一惊 从灵气飘散的方向看 应该是在内门弟子居住的地方 白老瞬间想到了什么 那小子刚刚突破到灵海九重巅峰 难道这是又准备突破了吗 一想到这里他整个人头皮发麻 从门收的到底是个什么东西 这浓郁到极致灵气 好像似曾相识 该不会又是一口气突破九镜吧 白老开口道 小姐咱们先等着 叶峰突破没那么快结束 此刻叶峰的房子外 天地灵气疯狂灌入而来 仅在一瞬间 白老便感受到灵气波动 气动静一重了 现在是气动静二重了 而且气息还在疯狂上涨 卧槽三重四重六重了 就连一向淡定的落千雪 都有点坐不住 突然一道灵气贯穿天际 射穿云层 气动静九重巅峰 再进一步便是熔灵静了 老白已经麻痹了 这他娘的还是人部 一突破就是九镜 就连高傲的落千雪 也只能无力叹气 随着天地灵气消散突破也结束 老白激动地发出了鸡叫 五分钟才五分钟 一个没有灵根 没有传承的凡人 竟然足足破了一个大境界 这家伙的修炼速度 比做火箭都要快 称得上玄天大陆修炼第一人 落千雪一脸黑线 怪不得这家伙入宗说 不需要他去指导修炼 此刻他已经想到不好的未来 问白老道 你说过几天 会不会直接就超越了我这个宗主 白老知道刚刚跨夜风太过了 随即开口小姐 乃是宗门修炼天赋最高者 当年从领海到气动也才用了半年 虽然说出来很尴尬 但确实想不出什么来了 不过小姐放心 修炼境界越往后 就会越难提升 这需要大机缘 修炼资源 但要辅助 特别是助击境界 要求会更多 所以夜风短时间内绝不可能追上来 嘴上虽然这样说 鬼知道那小子会不会突然几天后就助击了呢 另外一边刚走出夜风房子几步的冷无风 见证了这一切 这真的是那不靠谱的师兄吗 刚刚也太恐怖了吧 一口气直接破九镜 突破到气动镜九重巅峰 看来是自己自大了 认为现在的修为够强 不而沾沾自喜 这宗门有意思 难怪爷爷让他一定要留在这里修炼 一日夜风一大早就行了 他昨晚可是做了一个很春的好梦 此刻还在回味中 随即看了看今天的败家产物 他发现自己剩下的败家点 只有三百多了 太浪费了 昨天竟然一时兴起 用药水泡脚消耗了两千败家点 这也太少了呀 还不够败家呀 下一刻他发现了有趣的东西 从系统面板里拿出了一枚丹药 这就是今天要败家的产物 三品清玄丹 而且还备注着酒 这到底啥意思 难道是酒闻龙使劲 不过竟然不明白 那就去找无风师弟问问 一想到师弟见他从裤裆里 大把大把掏出丹药 那震撼又带着味道的场景 那叫一个爽 此刻高空中冷无风 一大早就疯狂打喷嚏 他感觉自己好像是有点感冒了 可能是天上风太大了 什么样的丹药 才能让一个二十年站不起来的 鸡老瞬间龙抬头 此刻叶峰来找冷无风 帮他解释三品清玄丹的药下 找了半天连只小鸡掌都没看 更别说是一只鲲了 他突然意识到 难道是昨天在他那里受到打击太大 下山离开宗门了 这时白老过来开口 道你是在找冷无风吗 宗主一大早带他去城镇购买灵草了 走吧 现在我们也出发去与他们会合 叶峰听到可爱的欧豆豆 并没有被吓跑那就好 很快他就笑不出来了 一个城镇竟然要飞五小时 他无聊开口询问道 白老 你听过竹妖草 白魂花和紫雷果吗 白老点了点头 这些都是无风告诉你的吧 三样灵草在三品灵草当中 可是极为稀少 对炼丹师来说更是一草难求 叶峰笑道难怪师弟看到我用来泡酒 那眼神都想叨了我 然后再报局 听到这话 白老一百八十的车速 瞬间来了个急杀 他一脸慈祥地问道 你小子拿三种稀缺灵草去泡酒 叶峰让白老有空也去试试 那感觉挠得一下就上来了 不过要小心可能会中毒 白老下次要不要一起试试 白老说下次一定要叫上他 那种灵草最好 也准备挤住他拿回去泡水 五小时后两人终于来到了急事 白老让叶峰自己溜达 他有一件正事要去办一下 走之前千叮鸣万嘱咐 让他不要惹火 下一刻一脚油门加速 瞬间跑没饮 剩下叶峰一个人在风中凌乱 白老此刻已经去找他那一百八十斤的老宝贝 叶峰只能四处闲过 看着白马武器的地方 应该是铁铺没错 这望春楼一看就是要命的地方 从里面出来的男人全都是双腿发人 显然遭受到了飞人的折磨 很快他找到了一个有趣的地方 天羽拍卖行 他问系统如果在这里败家被打了怎么办 现在不是在宗门没人能保护他 系统告诉他大胆敢 冲就完事了 以为宿主提供神嚎护卫军 一旦宿主出现生命危险 神嚎护卫军便会自行出现解决宿主危机 叶峰想象着护卫应该都很强吧 不过这些护卫只能解决对他有威胁的敌人 竟然如此呢 他就不去问吴峰了 进去拍卖行问得懂丹药的健保室 看到有客人进来 一人问到公子不知道您需要什么帮助 叶峰说他有几枚丹药 不知道能不能放这里拍卖 接待让他稍等 立马让六品炼丹室来帮您评估一下 不多是一个傲娇的烟囱男出现 开口道不知公子要拍卖的是几品丹药 叶峰直接掏出一个丢了出去 说叫做清玄丹 曹安山一脸不屑区区三品丹药而已 还以为是什么好货色 但下一刻他就感觉到有些不对劲 他娘的竟然是柯九文的三品清玄丹 这玩意竟然是九文的 叶峰悄然问道 这丹药很强吗 很强 炼制清玄丹需要注意的地方太多了 任何一个小失误都有可能造成丹药的不完整 毕竟文数越高丹药的药效才越大 他平生见过最高的野菜八文 而且那一颗还只是一品的清玄丹 叶峰一时间理解不过来 什么八文九文的 公子 完整丹药是理想状态下的失文丹药 一文代表着这没丹药的药效 只有完整丹药的一成药效 两文便是两成药效 以此类推 就算是一文的丹药 药效也比直接服用林草强的多 能炼制出几文 则是炼丹师的重要考核标准 叶峰看到这货念念叨叨地说个不停 直接拍桌子 让他废话不要多说 直接说这丹药能卖到什么价 男人不但在修仙世界课经败角色没隐位诗 更是在修仙世界收起了田斗 就在刚刚叶峰来拍卖行 掏出一个九文清悬丹 剑宝师有被吓到 这没有十万低品零食绝对买不到 而且这还是九文的价格只会更高 所以具体价格需要拍卖后才能知晓 叶峰一声卧槽 这破丹药要十万零食 此刻他已经忘记了他前两天才刚败家完 六十万上品零食 六品炼丹师听到叶峰说这是破丹药 整个人抽出了钱 这让他感受到莫大的侮辱 仿佛对方是在打了他这个乞丐 叶峰问到拍卖会什么时候开始 剑宝师说下午就有一场 随即叶峰再丢给他一颗丹药 让负责人两枚一起卖掉 到时候他有空再来取零食 这让剑宝师偷偷骂娘 这臭小子真特么的嚣张 叶峰没想到 这种破丹药竟然能拍卖到这种价格 也不知道谁是那个大冤种拍的 六品炼丹师兼紫辅进高手 听到叶峰小声嘀咕人当场裂开 路上叶峰开始把丹药当糖果吃 这玩意当零食还算不错 突然他发现了旁边有东西 停下了脚步 原来是一个脏兮兮的大黄狗 此刻他看到叶峰露出了清澈愚蠢的眼神 叶峰当场走不动路了 这样的眼神他最喜欢了 随即从裤裆掏出一张大饼子 说他掐指一算 他们是人狗有缘 吃了他的饼 以后就是他的狗 叶峰这小子算盘打得啪啪响 一万颗丹药 宗门才四个人 吃到大嘴巴都吃不完 但以后有这狗子 外家的产物就都给他吃 确实验证了那一个明年 真的有人活得不如一条狗子 大黄也在为自己幸福的后半生撒娇努力 叶峰露出一个阳光开朗的笑容 说我们去洗澡吧 然后就可以开始帮老子干活了 很快他带着大黄来到一家酒楼 结果刚踏出一小步 小二就开口 公子这狗不能带进酒楼 这是规矩 叶峰让他开个架 要多少临时说个数 他家的狗子要洗澡 店小二怒了 今天有他再多少钱都进不去 这话让叶峰一阵头大 片刻后店小二笑嘻嘻提着水过来 叶峰让他放下可以滚出去了 下一刻房间内就是一道惨叫 他花了十倍的价格开客房 系统竟然告诉他这不算败家行为 这让叶峰看着大黄狗一脸怒气 让他洗快点 等下给他往死里干活 看着这清澈愚蠢的狗子 叶峰对系统说道 如果可以的话 下次帮他提升一下智力吧 绝美宗主与老爹赌气 公然拍卖自己十万临时一次 结果他失算了 遇到一个来修仙世界败家的男人 课金一百万要了十次 男人不但如此还四处收养舔狗 一枚价格十万的丹药 直接到满一盆喂狗 男人一点也不在意 这条单身狗他要定了 吃了他的东西 就只能一辈子当他的舔狗 看着一时半会狗子也吃不完 叶峰打算先出去溜达 大黄却拼命地干饭 完全没理会其他 下一刻他猛然抬头 额头上一阵亮光闪过 狗脑出现了二次发育 直接掌握了三种狗语 此刻他已经不再是狗界的学渣 一小时后狗子迷迷糊糊地醒了过来 叶峰在他眼前骂骂咧咧 才吃了两千颗就偷懒 狗子也是无语了谁家喂狗 喂几千颗丹药啊 叶峰无奈不吃就算了吧 那就只能过去陪他睡了 他是真心累了 当个败家子是真的难了 连收养调狗也是调渣狗 在叶峰睡得迷糊之际 狗子却再度发生了一变 吃下几千颗九纹青悬丹的大黄 已经在朝着妖兽方向进化 另外一边 白老去滋润完180斤的宝贝猴 来到了拍卖行夏老头做客 夏老头告诉他 今天在紫丰城的拍卖行 收到了两枚特殊的三品青悬丹 让白老头猜猜是几纹的 白老头一脸自信 能让你小子出动的 至少也要七纹以上吧 难道是那几个老家伙炼制的 夏老头激动到九纹呢 而且还是两枚 炼制之人不知道 拿到拍卖行的是一个小伙子 这样的话语让白老瞬间来了兴趣 他问道你可知道那年轻人叫什么 夏老头无奈贪手 说那小伙子连押金都没收 说拍卖完他有空再来拿 此刻的白老已经模糊想到了某人 夏老继续说道 看那青年好像毫不在意那两枚丹药 很有可能是出自影视宗门的大哨 这让白老脑海里人影瞬间清晰许多 一定是这臭小子没错 随即白老起身 让夏老头随他去见一个人 去见他们大小姐宗门内的第一位青传弟子 夏老一脸疑惑一个弟子有什么好见 白老知道叶峰无法用正常语言来行为 只得说见了就知道 与此同时天语拍卖行 洛千雪已经带着冷无风在里面 他开口说道你们运气可真好 竟然能遇到九文清玄丹 这两枚三品清玄丹对你和叶峰来说可谓是大机缘了 为时无论花费多少 都会让你们拥有这大机缘 冷无风一脸开心 这下可以改头换面 重新站起来做人了 洛千雪已经开始脑补画面了 臭小子师尊实际带你如何呀 一想到叶峰抱住自己大胆 疯狂跪舔的样子 他就是一阵暗爽 绝美宗主与老爹赌气 公然拍卖自己十万临时一次 结果被男人客金花了一百万要走个十次 男人更是用十万一枚的丹药拿来喂狗 此刻的老白已经来到叶峰门口 敲了半天门没有反应 他抬起大脚道 一鸣合格的修饰 绝不能把宝贵的时间浪费在床上 随即直接物理超度 将人叫醒 这让夏老看得目瞪口呆 这操作很秀 当开门的那一刻一盆狗粮血的格外耀眼 房间内四处散落着丹药 一人一狗正呼呼大睡着 叶峰睡眼朦胧看着两人问道 白老你过来是有什么事情吗 随即他四处寻找着他的田狗 此刻的大黄已经做着春梦 露出秘之微笑 叶峰怒了 傻狗 就知道偷懒睡觉 这些丹药都吃不完 怎么当一名合格的田狗 狗子也是膨胀了 一脚嫌弃的将丹药踢开 夏老一口国粹输出 我这么大 那可是九文的三品清悬丹啊 一颗珍贵程度都可以当传家宝 现在竟然被一条狗给嫌弃了 他堂堂九品炼丹师 天语拍卖行的老板 竟然日子还比不过一条狗 白老解释道 这狗品种一看就不一般 你没发现小狗周围天地灵气环绕吗 按这种进度 多则一年 少则半年 小黄狗恐怕就可踏入妖兽之列 而狗子体内没有妖兽血脉 显然是从普通宠物瑞变的 夏老问叶峰到底给狗子吃了多少颗清悬丹啊 叶峰想了想 不知道怎么回答 数了半天才开口道也不是很多 才两千颗左右吧 夏老一口老血喷出 一枚十万零食 足足给狗吃了两千颗 大黄也是被这老头丢得菊花一挤 突然夏老头怒道 白天红这就是你们宗门的弟子 拿酒文丹要去喂狗 不管管 白老内心一阵卧槽 这小子豪得可怕 有时他都要帮忙给叶峰打工 竟然还想去管他 一度竭尽三重的八大长老 竟然给一名弟子打工 白老也是一脸无奈 他也不想啊 但对方给的实在太多了 这时叶峰笑嘻嘻地走得过来 白老帮的忙 还是老规矩 十万上品零食 狗子现在挑食了 还有七千多枚单药 只能花钱找帮手了 白老强装淡定问道 你手里还剩下多少枚 叶峰说大概七千左右 不过有要求就是晚上之前必须吃完 白老笑了 他别的不行 就是牙扣好 下老头一脸比 好个屁 你一口假牙当别人傻子啊 下一刻叶峰的操作 让两人头皮发麻 丹药竟然是一罐一罐倒出来 叶峰让白老赶紧吃啊 留着等着过年啊 白老顿时开启了闪光特效 今天这顿丹药他抱怨了 吃到死为止 叶峰指了指狗子 告诉他别想他偷懒 赶紧把地上的都解决了 少一颗 今晚狗肉火锅走起 下老头裂开了 这是什么情况 是这个世界太疯狂 还是修仙时代已经变了 东盟弟子究竟做出 什么样惨绝人寰的事情 还会让角色宗主如此惊恐害怕 绝美宗主发现 原来小丑就是他自己 花百万临时拍卖回来的丹药 赫然是叶峰用来喂狗了 此刻的叶峰让白老加油啊 不愧连条狗都干不过吧 白老没想到 酒闻丹药味道会如此美 虽然现在吃起来毫无作用 他年轻的时候 也曾服用过五闻丹药 当时为了那枚丹药 可是掏空了他十年的家里 但和这酒闻的相比 简直就是垃圾 白老此刻哭了呀 真是生不逢时啊 若是六十年前年轻时 他能有此大纪元的话 叶峰看到白老竟然吃哭了 他赶紧说道 白老不打紧了 吃不下就算了 十万临时一分都不会少你的 夏老说道 小伙子你不会明白的 若是当年我们能吃到这种丹药 现在怕是已经度过了 九重雷杰飞升了 绝对不会像现在这般 看不到丝毫希望 他们表面看似风光 但谁又会知道 一旦下一次雷杰抵抗不住 便会生死到笑 叶峰瞬间明白了 问夏老要不要加入 甘丹饱餐一顿 当然不会让前辈白帮忙 一样是十万上品零食为报酬 夏老一听到这话 瞬间眼泪就止住了 闭脸拒绝道 我不是新魂宗的人 这恐怕不合适吧 嘴上说着不要 手却已经控制不住动了起来 一小时过去了 叶峰看着还剩下几千颗 他胆叹两人一抖的战斗力 还是有些不够了 这时白老问到 叶峰那拍卖行的 两枚丹药也是你的吧 叶峰说没错 他想不到一枚 竟然能卖到十万低品零食 真不知道会是 哪个冤大头买了 这让夏老一阵无语 一枚一百万都算低价了 此刻宗主洛千雪 已经离开了拍卖行 他感受到 叶峰和白老 就在这间酒店的客房 冷无风一脸激动 想让叶峰看到 他们这次拍到的好东西 瞬间他冲上去 大喊道叶峰师兄 快看师尊给我们拍到了什么 洛千雪一脸得意 有钱又如何 这种级别的丹药 可是有价无事 白到门口 洛千雪问到 无风为何不进去 冷无风颤颤巍巍的 抬了抬手指向了里面 三人一狗竟然在吃丹药 而且狗子竟然还吃到吐了 当洛千雪看到这一幕时 三官带着五官 加上世界官全部崩塌 这一刻是他 两世为人的至暗时刻 一口老血抑制不住吐了出来 白老几人也注意到了 洛千雪的到来 看着盒子里掉出来的丹药 叶峰口中的大冤肿 竟然是他 洛千雪心灰意冷 自己终究还是错讽了 他一想到 自己在拍卖杭正的 头皮血流的丹药 在这里竟然只配拿去喂狗 他本以为 自己这次可以扳回一局 没想到会连底裤都输掉了 老白笑道 大小姐你这份心意已经够了 毕竟也是为了他们好 这时叶峰说到 师尊大师兄丹药 你们想吃就吃 冷无风口水立马流了下来 现在久闻的清玄丹 对他的作用实在太大 沉峰拍卖十万一次的角色宗主 今天竟然被男人讨价 还价两千一次 这辆得掉的他难以接受 直接拒绝 两老头看到 又有人来帮忙吃丹药 高兴地飞起 叶峰告诉师弟亮大馆宝 要多少有多少 放心大胆地冲 冷无风大喊 我那该死的胃口啊 今天给老子往死里干 大纪元突然来访 一定要用粗糙的双手把握住 这让宗主落千雪很是无语 是那么快是赶着去投胎吗 突然冷无风见到 几颗丹药从桌上掉落 而且还掉在了大黄狗的面前 这让大黄一脸问好 啥意思啊 冷无风大喊不好 这种丹药药箱 没有一只野兽可以抵抗的 若是被狗吃了 那简直就是糟蹋呀 还不得心疼死啊 但下一刻画面突变 只见狗子看都不看一眼 一脚就将几枚丹药给踢飞出去 随即露出一个不屑的笑容 切 这玩意狗都不吃 看见都要踩两脚 冷无风人当场裂开了呀 难道这时代变了吗 这时下老走到骆千雪身边道 骆宗主 我拿人钱才帮人做事 有些话本不该多说 但你身为师尊 还是得好好调教一下弟子 这小子竟然拿两千颗九蚊丹药去喂狗 简直就是暴殲天物 暴殲天物啊 叶峰埋台道 这很合理啊 人又没有狗子吃得快 冷无风拎起狗子 这货竟然吃掉了两千颗 他活得还不如一条狗 叶峰让三人不要废话 赶紧开炫吧 这样的进度他很是担忧啊 骆千雪坐在对面表面上波澜不惊 内心一阵无语 他怎么会招收到这种克金要命的弟子 一小时后三大男人宛如怀胎十月 全部倒地不起 大喊着不行了吃不下 叶峰看着果然战斗力还是不足啊 现在还剩下两千颗 随即他回头看了一下美女宗主 骆千雪当场拒绝下面他绝对不吃 叶峰让他别在意那些细节 多吃几次就习惯了 骆千雪说到这些清悬单花大价钱收购回去 买回去送给老爹的宗门 绝对可以让宗门实力暴涨 叶峰立马拒绝 这些可都是系统的败家产物 只能消耗败家 不能拿去交易 骆千雪认为是出价少了 路拍桌子说他可以加到十倍价格 这让三人很是尴尬 你看对面这货是像缺钱的人吗 骆千雪也意识到自己失态了 身为师尊不该和徒弟谈钱 而且这家伙简直富得流油 但下一刻他就是一愣 叶峰这货竟然拿着丹药用玫瑰花板盘 让师尊尝尝尝这玫瑰味的酒纹丹药 果不其然女孩都喜欢鲜花 一招奏效 骆千雪拿起一颗 细细打量 脸上竟然出现一抹羞红 更是开始轻撩耳垂 一副小子今晚你懂的样子 男人只是拿出一根野草 就想换走了绝美师尊的第一次 结果宗门第一美女还真的给了 为了一颗野草八十多岁的糟老头 竟然甘愿出卖色相 半小时后几人终于含泪把丹药吃完 冷无风更是直接吃到丹醉 整个人昏倒在地 恭喜宿主败家成功 奖励三百败家点 恭喜宿主败光今日的败家产物 奖励一千败家点 奖励九品九叶回魂草三颗 奖励九品金蚕星药十五枚 获得奖励物品以败家方式消耗 不会获得大量败家点 宿主可随意使用 叶峰看着这次不仅奖励了败家点 还有其他的奖励 被丹药吃到麻木的落千雪 开口问道白老 你说我这个宗门还有必要开下去吗 修炼不用指导 资源也不需要他点 为师还经常要帮清传大弟子打工 白老也一度怀疑叶峰不是宗门的弟子 而是宗门财神 就是有一点败家 忽然叶峰来到夏老耳边说道 您是九品炼丹师 可知道九品九叶的回魂草 白老和落千雪无语了 特么的又开始装逼了 听到回魂草 夏老瞬间爆气 这东西老子再熟悉不过了 这让叶峰吓了一跳 不知道的还以为 这老头要开始吃小汉了 夏老大喊道 九叶的回魂草 可是传说中的灵草啊 它的每一片叶子都代表得要小 这东西别说九叶了 就连一叶的它都没见过 而且回魂草 是炼制回魂丹的必备丹药 回魂救生丹 只要在24小时服用后 就算是魂到地府 你都可以当场甩阎王两个大逼动 然后光明正大的从地府回来 毫不夸张地说 这种丹药绝对是任何 渡截者最想要的东西 有着丹药护魂 就算渡截是败肉身被魂 起码神魂还能留下 以后想办法重铸肉身 夏老开口道 你突然问这个做什么 白老立马意识到了情况不对劲 这小子敢问 那他就敢有 夏老头 竹腰草 白魂花和紫雷骨 你应该都知道吧 这是当然这三种灵草 一出现必定症的头破血 这三种灵草很不幸 昨天刚刚被这小子拿去泡脚 夏老头一脸苍白 败家 太败家了 白老故意试探性问道 叶峰酒夜回魂草很珍贵 就不许拿去泡脚了 叶峰将东西拿出来 说他有三猪 拿一猪去泡脚怎么了 夏老头一听人差点裂开 表情包都被吓了出来 万万不可呀 你小子手里竟然有三猪酒夜回魂草 我敌太奶呀 今天老子无论付出什么代价 这三猪回魂草我要定 哪怕是牺牲老夫这破旧不堪的身体 叶峰被劈头盖脸大骂 若是拿去泡脚 简直就是暴殿天物丧心病狂 突然叶峰在怀里一阵乱掏走到了 落千雪的身旁 淋出了一颗酒夜回魂草 开口道师尊这是弟子用来孝敬你的 这让落千雪顿时不知所措 拜师花了十万零食 送礼花了四十万 现在又送天价回魂草 他很难想象以后 还会从叶峰身上得到什么大机缘 他已经脑补了叶峰攻略自己的画面 叶峰强硬用败家手段让自己从了他 瞬间他就有种师父被徒弟包养的赶脚 必想到这里拼命地让自己要矜持 这酒夜回魂草这次一定不能要 但想到自己幸福的后半生 以后杜杰也可能用到回魂救生单 这大机缘他还真拒绝不了 叶峰心里想着这第二株回魂草 他肯定是要拿回去泡脚的 这谁都拦不住 至于这第三颗吗 他说道白老 只要你多干点体力活 迟早他就是你了 白老瞬间变成了叶峰的忠诚舔狗 这是一只手搭在叶峰肩膀问道 是不是只要体力活干得好 就有机会得到这株酒夜回魂草 下一刻叶峰人就傻了 下老头竟然过来恶心他 八十多岁的老头竟然报衣 当众嗅起肌肉 这让身为戏狗的白老 瞬间怒斥 下老头你是什么意思 抢生意还当着面抢呢 角色美女宗主被男人拍卖走 第一次 这让他老爹异常愤怒 要看看是什么样的男人如此大胆 此刻下老头和白老喂了一株酒夜回魂草 五十年激情彻底破裂 冷无风一想到师兄竟然想拿酒夜回魂草泡箭 他想着要不要让师兄把洗脚水留给他喝 突然下老头挪动了妖娆的身姿 来到了骆千雪的面前 古有吕凤仙拜服 仅有夏天宇投肠 鱼飘零半生 只恨未入宗门 千雪丫头若不嫌弃 语愿入贵宗 求一个长老之位 骆千雪让他别闹 一个酒品炼丹师 而且度洁尽三重 还是玄天大陆天宇拍卖行的老板 竟然想加入他一个小宗门 下老头说没错 他就是想入宗 下老头笑道 小丫头你若是不同意 那我可就去找你的父亲了 这夜风随便掏出来就是 酒闻丹药 稀有灵草 而且说泡脚就泡脚 这说明他根本不重视这灵物 手里一定还有更逆天的东西 骆千雪问道 若是下老路我宗门 那拍卖行又该如何处理 这很简单交由我那不成器的儿子去管理 白老头气得抱青金 但却无力反对 下老头过来嘲讽道 就喜欢看你想干又干不掉我的样子 日后那株回魂草指不定会是谁的呢 此刻骆千雪已经开始怀疑最初的目标了 人想好好修炼 路劫飞升 回去上届复仇大杀四方 但现在宗门莫名其妙多了两个弟子 今天又加了一个酒品面单诗 这是叶峰开口问道 你们有人知道那个金蚕星药石吗 下老一听瞬间整个人变态了起来 你有金蚕星药石 就连白老和骆千雪都是目露凶光 这让叶峰第一次感觉到后背发凉 他颤颤微微开口自己只是随便问我 卧槽 刚刚要是拿出来 这三人说不定真的会杀人灭口 但修仙三人组有怎么会如此好顾 这叶峰手里绝对有金蚕星药石 冷无风问白老 大师兄到底是什么来头啊 简直毫无人性 这时骆千雪腰间的灵珠亮了起来 他立马将灵珠拿起 正是宗门那边发来的消息 骆千雪让众人现在立即回宗 白老问道是出了什么事情了 他开口道 是我父亲要来了 应该是过来视察宗门的 五小时后 星魂宗山顶 几人赶到时 黑夜中一道黑衣人已经屹立在宗门 骆千雪一脸紧张 开口道 父亲我回来了 中年男人脸色阴沉淡淡说道 千雪 你很让为父失望啊 一瞬间场面安静的可怕 空气中弥漫着严厉的气息 众人皆是大气不敢喘 当修仙大佬遇到克金大佬 也只能直呼一声卧槽 就在当当骆千雪回到星魂宗 一股滔天威压向着众人而去 骆千雪惊讶问道 父亲你怎么来了 他父亲人裂开了呀 大喊道 失望 太让为父失望了 你这新魂宗前两天不是才招收弟子吗 现在连条狗都看不到 我本以为会有一群弟子来进查 给他们带了一万份红包 现在倒好在宗门足足等了五小时 一个屌人都没有 骆千雪一脸无奈 他没想到宗门才开几天父亲就来查岛 随即介绍道 这不刚刚招了两个弟子回来 一个叫叶峰一个叫冷无风 幸好收了两个 也算是交差了 刚好拿来当挡箭牌用 骆千雪立马撒娇道 你看我还收了叶峰作为清传大弟子呢 上一世他虽贵为女帝 却无父无母 从小就是个孤儿 这一世让他感受到了一份父母的关爱 这让骆千雪极为珍惜 骆宗主仔细地打量着这所谓的清传大弟子 他很疑惑 这女儿从小就什么事情都不在意 只会修炼的他 怎么会突然收起了大弟子 他询问到叶峰是什么灵根 没有灵根 骆千雪如是回答 什么天资 暂时还没有发现他有天资 那什么修为 这次骆千雪小声难难道 骆宗主听后一口老血喷出 这特么的不就是一个废口 他到底是怎么成为清传弟子呢 叶峰说到他花了五十万来 这让骆宗主更是满脑黑线 花钱买呢 就是不入流的宗门 也不能如此敷衍吧 他认为自己的女儿是被金钱蒙蔽了双眼 想要钱可以找他这个老爹要了 突然下老头不知道从哪搬来的一张凳 让叶峰赶紧坐下 别站着了这样多累啊 白老让他别太过分 宗主不要面子的忙 随即端来茶水让叶峰喝点 现在天气转凉了 千万别动坏身子 这一幕暴击感直接拉满 白天红 你看娘的真当老子不存在了 这还是我星级宗的八大长老之一吗 而且拍卖行的下老头竟然隐在 几分钟后骆千雪将来龙去脉讲述了一遍 这让骆宗主一阵头大 一条狗就吃了两千颗酒纹丹药 简直毫无人性 这哪里是弟子 简直就是财神爷 就算是放到他星级宗 也得当成大爷共产 白老开口道 宗主我们很早就怀疑着叶峰是来自 宗主做出了一个噤声的手势 让白老不用说下去了 叶峰的事情就不要再讨论了 他今天主要就是来看看女儿的宗伦而已 现在一切安好那就放心了 让两老头先出去 自己要和女儿聊聊家常 与此同时叶峰的宿舍内 师弟冷无风开心地端来了洗脚盆 让师兄先泡着等师兄泡完了 水千万别倒掉 他想要品尝一下 叶峰告诉他师兄不是小气之人 再去端一盆过来 那朱九品回魂草咱们一人一半 这让师弟冷无风瞬间泪流满面 而在宿舍的屋底 两道人影正在凿臂偷光 白老脸都黑了 叶峰这小子还真不是装的 真拿酒夜回魂草泡脚 下老头看到这一幕已经快不行了 这叶峰毫无人戏的 男人客经到令人发指 竟然把爵士建议给了一只狗 这下好了一代见狗横空出世 早上叶峰神清气爽 昨晚用酒夜回魂草泡脚果然不一般 妖子都感觉强壮了不少 这稀有灵草果然不错 可惜用来泡脚 只吸收了不到千分之一的药效 随即看着自己的面板 败家点剩下两千五百点 今日的败家产物是 黄泉建议碎片一万枚 叶峰拿出一片仔细打量了许久 还是不明白是什么东西 下一刻他让狗子过来一下 舔狗迈着高兴的步伐小跑到叶峰身边 叶峰看着系统的介绍 说着玩意只要触碰一下额头就可以 下一秒黄泉建议碎片瞬间被狗子吸收 周围天地灵气充满了建议 一幅服务学传承画面浮现在狗子的大脑里 这让他看得入神 天不生他狗唇刚 见到万古如长叶 叶峰却问大黄刚刚是不是放天 怎么黄泉建议一点效果都没有 他随即问系统 这败家产物是以消耗为主 那自己是不是也可以用 虽然狗子看起来没变化 但这黄泉建议一听就很霸气 绝对是好东西 系统告诉他也不是不可以 只是会扣除大量败家点 而且大量两字还重点圈了起来 无奈叶峰只能抱着大黄找一处隐蔽的地 与此同时 洛千雪老爹问道 女儿你不考虑将两个小家伙带去天道战场历练一下吗 洛千雪一听也对 他根本教导不了这两字 去天道战场叶峰他倒是放心 冷无风的话就怕出点什么意外 洛宗主问道 那叶峰虽然有着大量的宝物 但终究只是一介凡人 去了战场就算是最弱的妖兽和修士都可轻易将他抹杀 你为何会更放心他呢 洛千雪解释道 叶峰虽然没有灵根却也不是凡人 他的实力足够自保 他老爹让他不用为叶峰辩计 凡人终究是凡人 洛千雪说叶峰已经开辟了灵海 而且足足是自己的二十倍 洛宗主更加不幸 你开辟灵海时 可是打破了宗门记录 比你大二十倍的灵海 简直就是天方夜谭 就在两人争论之际 一到今天未能爆炸响起 这股微波让洛千雪和老爹结实一惊 就连冷无风与夏老头也同时感受到了 一道古老冰冷的声音响彻 黄泉路 渡魂桥 剑未出 人先亡 一瞬间几人纷纷冲出宗门 洛千雪问道白老你也感受到了 冷无风呢 这股剑意太过恐怖 无风来不了承受不住 洛宗主大贺道 白老 夏老 我来负责开路 你们替我护法 堂皇修仙大老 竟然修为领悟还不如一条土狗 就在刚刚洛千雪几人寻找黄泉剑意气息而来 入眼便看到了不远处的人是叶峰 下一刻一群人全部呆愣在原地 只见叶峰竟然在和狗子玩飞盘游戏 人是很正经 但狗子却有点不正常 他娘的竟然浑身充满了黄泉剑意 他们发现黄泉剑意竟然是一条土狗散发而出 这若不是亲眼所见 说出去谁能相信 狗能感悟这种极其困难强横的剑意 洛千雪实在忍不住 问叶峰这条狗刚刚自己领悟了剑意 叶峰说怎么可能 他是一条纯狗 能领悟剑意只是他刚刚投喂了一些剑意碎片给他 修仙四人祖人裂开了呀 黄泉剑意竟然拿去喂狗了 这说出去谁不给你两滴兜啊 叶峰突然意识到好像情况有些不对 施工和夏老的眼神不对劲 洛千雪解释道 黄泉剑意本就是世间剑意最强大的几种之一 就算在天道战场里也是极难得到 想要得到这种东西完全只能看机遇 你倒好 不但拥有还拿去喂狗呢 什么时候能不这么败家客金 叶峰问天道战场又是什么地方 洛千雪告诉他 自己老爹就是来带他们去那里历练的 玄天大陆不过是一个下界未面世界 只要是下界未面都可以去天道战场 而且根据境界的不同 进去划分的区域也不同 这地方没人知道是怎么出现的 但众人却知道里面有大纪元 天地灵宝 大地传承 修炼资源 但里面也是相当危险 稍有不慎就会翻车被里面强大的生灵干掉 突然系统声音响起 请宿主前往第二重天道战场 击杀一百头气动镜巅峰妖兽 叶峰看着这次任务的简历 平时都是一百 这次竟然是大量败家点 奖励虽好 但他现在只是一个拥有修为 没有5G的战武渣呀 这是洛宗主开口问道 叶峰你刚刚给这条狗头喂了多少剑一碎片 我看这狗子的剑一强度堪比剑道宗师了 随时可以突破到剑心之境了 他既得上一位拥有剑心之境 还是他心急中的老祖 在闭关了数百年 才堪堪踏入了剑心门槛 而那位老祖感悟的是天寒剑心 和这黄泉剑心相比完全不是一个断位的 叶峰笑道也不是很多 大概一万剑一碎片吧 他投喂一万没给狗子可是卑类的够强 下一刻他顿时感觉到后背发凉 被修仙四人组死死的盯着 管如再看一个死人一板 一群人彻底爆发了 你恪梦的一万块黄泉剑一碎片拿去喂狗 简直毫无人性 丧心病狂 一片就能在修仙界掀起心风血雨的东西 你竟然都拿去喂狗了 叶峰也意识到不对赶紧当前 修仙四人阻让他 下次有这种东西一定要先找他们来帮忙 找一条狗子算怎么回事 骆千雪让父亲赶紧将人带走 他怕自己控制不住 将这败家玩意一巴掌给拍死了 骆宗主拎着叶峰原地起飞 说半完事会立马送回来 他也怕自己忍不住拍死这败家玩意 半空中叶峰问道 事工我们现在是去哪啊 心急踪 真正的踪门